Lets Unbox! 我是刀坊 今天和大家爆箱的 周開! Chokogen XVX-0616 Gundam NIR Lets Unbox! 我們開箱的主角 之前都看到大家對於他的結局 這一季的結局 議論紛紛 啪聲 什麼也沒有 變成一堆血水 這個get大家玩了一段時間 其實這個有趣的 因為當他公佈這套動畫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快就公佈出那些模型 Lobot 1那些公佈了 不過這些是正常的 一定會出的東西 不過最特別就是 很快就公佈出這個超合金 證明Bandai對今年這個 水星之魔女 風靈高達都很有信心 立刻出這個合金版 對上一次玩超合金 Gundam 即不是Metal Bill那些 標明是超合金的牌子 已經是這個橫奔高達了 記得 那個Gundam很流線型 很輕裝 很漂亮 還有看到有地台 可以放了配件出來 還有現在拿著盒子 都OK的 都有點重量 好 開來看看 水星之魔女 武器也很多 最重要就是盾牌 可以分開 散啡啡開 那 就是一個風靈 Gundam的特別之處 而且有一個地台 寫著兒星之魔女 OK 我們先看看本體 enlightened 很壞舊的包裝 特地有一個法寶膠盒 裝住本體 看到它呢 很明顯這裡有 full collection 這裡有 full house 主要就是它的內部 你看到這個架底 內部都是用了合金件的 反而外甲的顏色都比較淡淡的 不會弄到亮身或者閃閃亮的 都比較低調的 頭部我看到說明書應該會有發光Gimmick 看到背部要入電 但眼睛是實色的 怎樣弄呢 轉頭再看看 另外這裏胸口做了一些很黃金閃閃的上色 看上去感覺都OK的 試試可動 這個肩膀甲可以動 之後呢 這裏也有一個架底可動位可以拉出來 幫他做一些巧手的動作 總之這裏就有一節可以拉到 另外呢 手刮這裏很棒 一頁接到上來 超強的 他的手 啊他是不是 他預理這樣 拿那個激光劍啊 好 塞進去吧 有兩個那個激光劍的柄 放在後面這個位置那裏 對了 他呢 動得那麼厲害 就預理可以這樣拔劍 所以這個手臂活動是超級厲害的 屈到上來 斷了骨 超強的 然後腰呢 哇 神經病 黃蜂腰蟑螂肚 之後呢 大腿呢 好 裙板可以揭起的 好 之後大腿這個位呢 大概就上到這麼多 之後這個可以再屈 咦 咦 因為呢 他這裏有一個 機關位 可以在這裏按進去的 所以呢 他的大腿都可以摺到上去 這麼高的 所以腳那裏都不錯 之後腳趾呢 在前方這裏可以動得 的 玩下去呢 那些關節呢 十分之實正的 那他感覺都是相當之高級的 其實不錯不錯 正 好 之後呢 玩一下那些配件 那首先拿了一支 雷射槍 B4LIFE出來 這個雷射來福槍 嘩 這個設計也挺有趣的 很外星科技的武器 那上面也有那些 marking 很多些字眼 那些 挺有趣 咦 之後他有一個 這樣的 Pax OK 對了下去呢 有一個這樣的 Pax 成把雷射刀 超型 那先換一換手型 雖然手指不可動 但是呢 套下去拿槍都很容易 那些膠是很遠的 那我看說明書 他換槍的時候 他有一個這樣叫做 輔助的 手部Pax 給他用的 扣起來會 穩陣些 還是怎樣 試一試先 好 裝了 那我的手部 輔助Pax 都挺細心的 那他主要就是卡住這個位 因為本身這支槍呢 也有差不多重量的 那我就怕那個Join 那個位置不夠力 他承托這支槍會對 所以呢 加了一支槍 搓一搓之後 整個手腕的承托力就強了 那支槍就不會開開開開開開開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是挺細心的 好 另外呢 還有一些配件可以套進槍裡 加了這兩支槍 對 這支來福槍呢 太多這些附加件了 因為你加了這兩個東西 或者加了這兩個東西 之後呢 整支槍的重量重心就會變了 更加向下墮 所以呢 這個Pax是非常重要的 就算現在你加上這些附助工具 重了那麼多 都可以保持著 可以承托到這支槍的重量 好 刺了這東西之後呢 剛才那支雷射槍呢 不用的時候就可以收起來了 好 好 好 對於我那些有強迫症的人來說呢 那些工具可以全部放在身上呢 那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好 那這支東西呢 的重點 剛才也說過了 就是個盾牌可以拆散 裝上身那裏 好 這個叫做 Gunbeater OK 先拆它出來 那這個就是放在肩膀上面的 OK 之後這東西就放大腿的 手背那裏呢 都有一塊這樣的組件 好像一些盾牌仔 那這邊也有的 好 那之後還有兩支這樣的東西 好像Freedom那兩支炮一樣 先拆了一塊東西出來 那之後呢 就可以把剛才那個來福槍上面 那兩個強化組件 OK 那就陷了下去了 兩支的翼仔又搞定了 好 好 搞定了 嘩 穿上這個裝甲 即是那個盾牌 嵌了上身之後呢 整件事很棒 好 好 好 前面 側面 跟後面的 對 多了一點點裝飾之後呢 整件事就更好一點 好了 那之後呢 嵌完上身了 嘩正 又要再脫它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要嵌上盾牌 哈哈哈哈 好 嵌盾牌呢 它有個這樣的骨架給大家 那大家見到的孔呢 其實刺上去就可以了 好 這個就嵌下去 這裡 好 那麼首先 有了那個正中間的盾位 然後呢 再拔這兩條東西出來 好 記得呢 撩回 有兩支這樣的東西出來 撩回出來 才可以卡下去 嘿 噔噔 好了 將那些龜甲全部 嵌上那個件那裏 就變成一個大盾牌 好 那之後呢 再加上這個Paxe 那就可以釘到它的手背那裏 OK 嘩 整件事回來了 拿回雷射槍 也有個盾牌給它拿回 對了 剛才呢 我就是拿封靈Gundam的本體出來 即是未裝的配件 拿槍拿盾的時候 感覺上 都有點漏費 因為本身可能它的身形都比較瘦削 但是呢 當你上回規格 或者你拿回那些盾牌 雷射槍的時候 哇 很有型 整個感覺 馬上回來了 人靠衣裝 就是這個意思 帥仔 除了雷射槍 和盾牌之外 拿回後面的病 也有一個 雷射劍的Paxe 給大家 但是我喜歡它 拿槍拿盾 就比雷射劍 好 盾牌玩完了 之後呢 這次這隻合金的 風靈高達 也有一個重要的賣點 就是什麼呢 可以亮燈 怎麼亮燈呢 首先呢 就把背部出來 然後拔掉絕緣 然後呢 背部有一個on和off的按鈕 好來 預備 3 2 1 棍 哇 你看到背部已經亮燈了 這麼奇怪 胸口沒有燈 還有眼睛 好像不覺得有亮燈 這麼奇怪 熄了燈就明顯一點了 對呀 剛才也說過眼睛 都做了一些金屬的塗裝 所以平時都好像有點乾乾的 但現在開啟之後呢 感覺就會更厲害 不過最奇怪呢 這部電影裡面 胸口會亮燈 但這次竟然只有眼睛 和後面的屏幕 是呀 額頭和胸口 還特地弄了透明件 但又不亮燈 這麼奇怪 哈哈 好了 在我百艷周圍找東西的時間 我不小心發覺 原來鴨哥 連這個老伯雲都買了 哈哈 他好像挺喜歡風靈高達 那不如 雙稱不如偶語 開賣吧 好 OK 拿一隻老伯雲的風靈 GUNDAM出來 看見那個合金的尺寸很大 而且也看到 若果老伯雲那隻 他用了一些比較 有灰灰的感覺 這次的合金板 就用了一些類似珍珠色 盾牌很明顯 細節很多 不過 Low伯雲也是他的好處 因為這次的合金板 他的肩膀處理上有點奇怪 因為 他最多去到這樣 還有大腿這個位置 去到這麼多就卡住了 相反 Low伯雲這個就厲害了 他肩膀可以一下子 推到這麼高 之後 腳也都可以 一腳起到這麼高 所以 可換性來說 Low伯雲就會優勝一點 但合金板這隻 勝在 一來可以著燈 二來重手 再加上 剛剛講過的 細節位置 就會仔細很多 所以兩隻 各有長處 講到最後 我最喜歡 還是這個地台 你看 好正 所有那些 拳頭 武器那些 全部可以放進去 舒服 超棒 這個地台加了很多分 總括來說 這隻超合金的 風鈴 Gundam都可以 關節又緊 又亮燈 武器配件方面 都多 不過我自己有一點點意見 如果他會像 Low伯雲那樣 有這個 整件事又差很遠 我自己 Low伯雲最喜歡 就是這個 他扮演 那個盾牌 飛去攻擊 那個時候 那個情況 如果有這個 這隻 會再加分 但如果各位說 這隻太貴了 但我看完 水星之魔女 又想有一隻 可動的 風鈴 Gundam 買Low伯雲也是很棒的 風劍遊人 兩隻各有長處 好 今集暫時玩到這裡 喜歡的影片 記得按LIKE 和SHARE給朋友看 以及訂閱我們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